赶在年末送上大礼 第15批93.83万剂BNT疫苗 清晨运抵台湾 累计到货超过1300万剂 疫苗充足 校园二剂BNT也在12月中陆续开打 不过就有医学表示 最近门诊被击爆 多半是打疫苗后胸痛的年轻人 那他们很多的表现呢 就是持续的心脏疼痛啊 闷痛啊 抽痛啊 或者是前胸痛到后背啊 已经严重到持续一个多月 然后来看 我的确我这样子检查下去呢 发现真的是心电图阳性的比例 也不算低 大概会有两成 短短两周就100多人挂号 而且90%都是接种过 BNT疫苗的患者 但指挥中心端出数据回应 截至12月29号 校园接种第二剂BNT疫苗 约有32.5万人 其中接种后一次严重不良事件 共有43例 性别分布则是九女34男 有发烧头痛 头晕呼吸喘胸痛等症状 至于接种疫苗后 发生心胞膜炎而住院者 12到17岁有两人 18到29岁则有一人 个别的案例 当然他有个人的经验 让大家分享 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看到该医院 有通报任何的不良事件 那所以我们也会再去跟他了解 主委中心也进一步表示 目前还没有接到青少年 接种第二剂后 有心肌炎等通报 会再去了解 但打疫苗或取保护力 就是希望身体健康 没料到心脏闷痛 反而先找上门 那么利弊权衡之下 年轻人该打第二剂BNT吗 最怕是留下一辈子永久的心脏功能的伤害 或许他就变成心脏有轻度衰竭 运动就容易喘 目前还是建议说 如果年轻人其实打一剂就足够 在目前台湾的疫情之下 觉得打第二剂真的是要担心副作用 可能会弊大于力 虽说国内疫情控制得宜 但境外威胁也考验台湾疫情防御 年轻人打第二剂到底是力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力 实在没有标准答案 欢迎订阅宋俊黄佩涵 台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